五都选举在刚刚八点钟已经开始投票了 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胡志强跟妻子邵小玲也到了会来里一间幼稚园进行投票 不过受到了这次连胜文枪击事件影响 他旁边天生的警力是层级拉高了 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情况请记者方评文告诉我们 评文 好的主播观众台湘市长胡志强今天一早是带着太太邵小玲一起来到家里 附近的这个幼稚园的投票所来进行投票 那么对于连胜文遭到枪击事件 胡志强也说他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 投完票之后就会马上赶到台北来探望连胜文 来听一下稍早他的这段访问 我跟朋友相关的朋友都有联系 我也马上就跟总干事卢委员报告 状况看来神明迹象稳定 我们跟哪些家里人有联系 与我们非常关心 所以回去以后我也一直看电视 我知道昨天电视都没有收盆 可见我看得很晚 几乎没有最好 非常挂念 我们投完票就要去台北 你投完票就能不能去台北 看望连胜文 能不能看到没关系 我们要进一个信 他跟我是好朋友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晚辈 他叫我是叫住宿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 我相信他会度过难关 您跟连家住有约缘吗 您等于是看着他长官 连家住是我的老长官 然后他全家的小孩 我们都很熟 可以说是通家之好 我的小孩连家人也照顾 所以我今天一定会去一下 希望他能够度过难关 应该可以啦 谢谢大家 不然看起来很游戏啊 不然 还好啦 不然昨天听到之后 我没有了 好 好那么其实因为经过连胜文 遭到枪减事件之后呢 整个台中市的这个危安警力 全部都向上提升 今天胡市长 今天市长来到这个地方投票 就连台中市警觉局长 邱峰光也到现场来坐证 说市长旁边的随护 从一个人多增加了四个 也就是市长一出门之后 就有五个随护在旁边保护危安 还包括了投票所 原本是三到六名的警力 现在全部都提升到四到七个 也就是增加了原本的一到两个 然后这一次台中市的警方 一共是投入了将近 一千多名的警力来维持危安 就怕任何的暴力事件再次发生 以上这样的情况 把神经头交还给台北棚内 在昨天晚上很多人恐怕心情都不太好 没睡好 那么在看到目前在台大医院的最新画面呢 是连胜文呢 那么这个连慧心在刚刚也到了医院再次的探视 连胜文是哭红了双眼 那么稍后最新的情况 请锁定九点钟的中天五都特别报道 我也在空间 hour导容 它 活